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题 下列各个对数何者是有意义的呢 好那我们要知道对数要有意义 对数要有意义 它的规则只有几项 第一个底数要大于零 而且底数不可以等于一 帧数也要大于零 好所以我们来看这里 第一小题 我换一个鲜明的颜色 好来第一小题它哪里有问题 底数对不对 底数没有大于零 所以不行 第二小题呢 帧数没有大于零 所以也不行 第三小题呢 底数不可以等于一 所以也不行 第四小题呢 底数大于零 而且不可以等于一 帧数呢也大于零 所以第四小题呢 才是有意义的